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可是冰什么时候才能融化呀 我担心我禁止不了那么久啊 盼杰心里不脱底 你傻呀 我跟你讲的这个秘诗纯粹是给沈强设计的 但对于我来说 只要事前把洞上的冰块绑上绳子的钥匙插进锁孔里 再把沈强找来制服它就够了 这个冰洞钥匙是留给陆霄云他们分析推理用的 不用咱们说 他们就能推理出沈强在计划一个可行的密室杀人案 哇好厉害呀 这你都想得出来 潘杰终于听明白了 眼睛里也发出了光 唐金飞洋洋得意 到时候就打沈强一个措手不及 太好了 终于有对付他的办法了 潘杰兴奋不已 我也豁出去了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好啊 现在还没到高兴的时候 我这只是一个计划 最重要的是如何实施 差一点咱们就前功尽弃 非但收受不了沈强 搞不好连咱们都得搭进去 我知道我已经想过了 雨晴一步步的被沈强逼迫 左右都是死 还不如奋起反抗 还有一线生机呢 何况我都把他上亿财产都转移了 他要是知道也饶不了我 我已经豁出去了 潘杰忽然显示出破釜沉舟的决心 唐晴飞信誓旦旦地说 我父母早是 除了咱们的孩子也没什么亲人了 现在又离了婚 更没什么好怕的 不过一线生机倒不至于 我对自己的计划还是很自信的 但沈强有今天都是我给他的 高明的他靠我 玩阴的他也白给 我能让他拥有一切 我也能让他一无所有 不过他比潘杰冷静得多 我接下来还要说说 需要注意的细节 听说那个陆潇云 是个很厉害的物证专家 什么是物证专家呀 专业的我不懂 我只大概知道 好像就是通过检查犯罪现场 就能发现 罪犯作案的蛛丝马迹 像指纹脚印头发什么的 然后推导出凶手是谁 潘杰吃惊地说 有这么厉害吗 到底有多厉害我不知道 那我们必须格外小心 沈强前两天作案是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应该是没留下什么 有用线索 防返于未然 我们这个房间里地面都要擦干净 不能过早地留下你我的脚印 还有就是偷其所好 他既然警察喜欢证据 那我们就给他证据 你是说 沈强的证据 潘杰眨眨眼 一下子又变聪明了 对 沈强的证据 光靠咱们俩口供还不够 证据同样重要 咱们得用证据引着警方 往这方面想 但又不能做得太明显 这件事咱们必须从长计议 这两天做一些准备 那我能做什么呢 你去弄一些沈强的头发 把他这两天穿过的鞋都拿来 多印几个脚印 让警方觉得 他来这间屋子好多次了 一个人如果在案发前 平白无故地来案发现场数字 自然会引人怀疑 再加上 这要是被设计成密室杀人 肯定就会让警察推测 这些脚印的主人可疑 虽然而然地 就能查到沈强头上 潘杰由衷赞他 这招太妙了 你怎么想到的 唐清飞颇为得意地哼了一声 现在夸我还太早了 等咱们到了美国之后 你好好再欣赏我吧 不就这些事情吗 还有什么呀 这些事情特别重要 你一定要做得谨慎小心 千万不能让沈强发现了 你记住了吗 我知道 我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要做什么事情啊 你忘了吗 抢上了签名 这是必不可少的 我的抓紧练习 不能让警察瞧出 不是一个人写的 一个签名 大概写上去就得了 那个国际刑警还说乔纳森的笔记呢 其实就是沈强写的嘛 国际刑警没瞧出来 恰恰说明沈强为这个案子 费了很大功夫 通过渠道 搞到乔纳森的资料就不容易 还要模仿他写外文 居然连警察都骗过了 可想而知 他为做这个案子准备有多充分 如果在以前 就沈强的文化水平那笨样 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写出这么好的歪文 可是现在 我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 不管他是自己练的 还是通过某种模具写的 总之 他是为了彻底变成乔纳森 做足了准备工作 我也不能掉以轻心 不能在这些细节上出现漏洞 我全听你的 听了唐经飞巧妙严谨的反击策略 也让潘杰心里有了底了 自从猜到丈夫就是要杀他的凶手 潘杰已经心惊胆颤好多天了 现在听完唐经飞的反击计划 连他也拍案叫好 唐经飞把每一个细节都想到了 即使是沈强再次作案 也不过如此 虽然是唐经飞的计划是诬陷沈强 可是想到他要对自己斩尽杀绝 他就不觉得有什么愧疚的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这对昔日在媒体公众面前的模范夫妻 已经走到了这步天地 唐经飞并没有跟潘杰在房间逗留太长时间 达成一致就悄然离开了 留下了昏暗空荡的房间 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唯一的一点不同就是门钥匙不见了 谁又能想到 这个城堡中最偏僻的小房间 将会成为轰动一时的密室杀案现场 潘杰回到客房已经凌晨两点了 他轻轻推门走近 脚尖点地屏息竖尔 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 他把卧室门剪开一条缝 偷眼看了床上沈强 他憨声依旧 连躺在床上的姿势都没有变过 看来要力够强的 潘杰轻巧地溜到床边 脱了外套 里面的睡衣刚才离开时也没脱 直接脱鞋上床了 躺在床上 听着身边丈夫酣声如雷 他紧绷的心弦终于放松 这一晚他睡得出奇地好 很久没有睡过这么踏实安稳的一觉了 他做了梦 梦见了和唐清飞在美国西海岸的游艇上 激情 身边是蔚蓝色的大海 一闭如洗的天空和温暖的阳光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唐清飞变成了一匹枣红色的骏马 压在他身上 粗大的羊具用力传插 贯通了他火热潮湿的动体 高潮犹如海浪 一波连着一波 无尽地放纵 这场梦太长了 太真实了 好像一直都做不完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醒来时天光已大亮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正坐在丈夫的腰间 一下一下地动着 沈强迷迷糊糊 似醒非醒 很享受地躺在那里 还发出低声的哼哼 他心里忽然感到一阵的恶心 就好像他背叛了唐清飞 把自己的身体 随便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他想赶紧从沈强身上拔出 可是不知为什么 这种久违的感觉如此诱人 让他实在不愿离开 在他的印象中 沈强一直都是一个快枪手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雄壮阳刚了 他甚至都忘了 上一次跟沈强做 是什么时候了 高潮不弃而遇地到了 他们紧紧相拥 望我亲吻 热烈释放 云雨之后 潘杰依然坐在沈强身上 低头望着 一脸幸福的丈夫 那份淳朴憨厚 似乎还与他们 最初相识的时候一样 当年就是因为 这个让他觉得 可以把终身托付的 这样的男人 如今却让他觉得 吐气乏味 难以忍受 人生最大的不幸 不是找不到幸福 而是得到了 又把他随意丢弃 沈强心疼地 搂住潘杰就说 媳妇 你怎么哭了 潘杰摇头 不知该说什么 沈强不知如何是好 慌忙捧着他的脸 帮他擦眼泪 那一瞬 愧疚和悔恨 占据潘杰内心 如果没有发生 之前的那一切 该多好啊 他百感焦急地 望着沈强 沈强憨憨地 瞅他笑着 从他的双眼中 似乎又看到了 当初那满满的爱 潘杰动了动嘴唇 想把一肚子话 对沈强说 想要向他忏悔 想要祈求 他重新开始 强子 我 怎么了 媳妇 我 潘杰话到嘴边 就在这时候 沈强的手机响了 他拿着电话一听 原来是吴雨打来的 吴雨说 要和几个演员 一起去夜餐 问沈强去不去 沈强很爽快地答应了 笑呵呵地对潘杰说 走 咱们一起凑热闹去 对了 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没什么 这一打岔 潘杰脑子又冷静了下来 受到袭击事件影响 冒险游戏的正式拍摄暂停了 导演组传出话来 节目录制要延后几天 吴雨生性爱玩 他还是第一次来新疆 本来打算趁录节目空隙 四处转转的 没想到一来 又碰上夜魔戏击 他在香港台湾拍戏的时候 时常要跟一些帮派大哥友来往 他很会做人 打下面子上都过得去 道上大哥他都不怕 对这个逃犯也没怎么打出 不像其他人 在城堡酒庄待了两天 哪也没去 节目又录不上 他待得心烦 就张罗去野餐 野餐了其他人 不少人其实跟他一样 总在客房里待着也没啥意思 袭击事件虽然把大家都吓到了 不过成群结伴这么多人 就算乔纳森在附近 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何况他这两天一直都没有动静 说不定已经离开了 这一星人有七个 吴宇 林雪茹 刘海璐 沈强 潘杰 连丁钱和蒋雨昕都到了 潘杰注意到人群里没有唐经飞 估计他是不会来了 这两天也没有跟他联系 肯定是暗中准备他的密室计划 一星人没有往胡杨林方向走 不管怎么说 那里刚刚发生了袭击 大家多少还是心有余悸的 他们借了一辆车 沿着大路前行 穿过大片的胡杨林 约摸过了半小时 来到一片零零散散的村庄 这里风景优美 地广人稀 脚下是成片的原野 远处有起伏的山巒 村庄就稀稀落落地 沿着脚下微微倾斜的丘陵 沉扑到远处 大家下了车 有说有笑地绕着村庄逛了一圈 走累了就打地铺休息 想吃点东西 嘴身倒是带了一点 也都是从城堡餐厅拿出的点心 吴雨建议 到村子里搞一些当地小吃 沈强身仙士卒跟他一起去了 过了半小时 两个人提着大包小锅回来 众人一看就傻眼了 他们居然牵来一条大黄狗 林雪如就问 这是干什么呀 养狗吗 吴雨笑呵呵地说 这人家养的菜狗 菜狗是什么品种啊 林雪如香港人 还以为像杜宾犬 德国牧羊一样 是专门的品种呢 要不然吴雨 也不用特意从新疆买条狗 吴雨听了哈哈大笑 这个品种可好了 垂涎欲低 回味无穷啊 沈强跟着解释 就说 就是吃狗肉 这种狗烤着吃可香了 What 吃狗肉 狗还能吃啊 放心吧 林小姐 我当初学武术的时候 经常杀狗吃肉呢 狗的身上可全是宝贝 怎么做都好吃 做汤 烧烤 林雪如听的快吐了 快 快 快 别说了 沈强的烤狗肉建议 引起了女士们一致反对 主要是不想看到一条 活蹦乱跳的大狗 眼睁睁被杀了吃肉 江雨欣 人为言轻 统统丁钱 就说 丁医生 你去劝劝他们吧 别杀了 丁钱 用鼻子深吸一口气 仿佛已经闻到了烤狗肉的烟味 悠悠然地说 古人云闻到狗肉香 河上也跳墙 善哉善哉 于是江雨欣愤然离去 结果三个男人 双眼血红地盯着这只黄狗 脑海中已经浮相连翩了 吴雨和丁钱都没有杀狗经验 一切全听沈强的 沈强把狗牵到附近一个歪脖子树下 准备先钓狗 这条狗从三个男人心怀叵测的目光中看到了危险 忽然发起信来 汪汪狂飞想要挣脱 三个男人一起想把狗按住 忙得团团转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吴宇说 直接就拽起来怪树上得了 这绳子不行 管我住 那咱们买的那条绳子来 沈强说着 回头喊潘杰 媳妇 去我们买的那顿东西里 把绳子找出来 快快 潘杰虽然不情愿 还是把绳子找了出来 走过去递给沈强 现在我疼不开手 沈强按住狗头 对潘杰说 媳妇 你先把绳子 给我打个套 给我 潘杰也不知道 怎么系绳套 就随便挽了一个扣 沈强看了看就说 这个套不行 这是死扣 擂在狗脖子上 擂不死 我要活扣 潘杰怎么也弄不好 沈强催促说 这么简单还弄不好 真笨 快点 被傻瓜说笨 一下把潘杰的火 给勾了起来 心中对他那点愧疚 全都没了 赌气把绳子往地上一扔 就说 你聪明你弄 我不会 沈强只好抽空 松开手 让吴宇和丁贤按住狗 两个人都没有经验 让条狗折腾的团团转 沈强拿起绳子 圈了个圈 麻利的挽了一个活扣 得意的给潘杰看 看到没 绳圈可大可小 这才叫活扣 他拿着绳套 瞅准机会 一把套在狗头上 在吴宇和丁贤的帮助之下 把绳子挂到树竿上 三个人用力 把狗吊了起来 黄狗挣扎了没几下 绳套越收越紧 就勒得受不了了 只能发出 冰死的吱吱声 沈强抽出一把刀来 在狗的四个爪子上 各悬了一刀 血马上躺了出来 一开始血流如注 狗还在剧里抽动着 到了最后 他的血快流干了 实挺挺地挂在半空 地上血染红了一大片 场面尤其血腥 那些女人看了之后 都大呼小叫的 躲得远远的 沈强真正的工作 才刚刚开始 他用刀尖 在脚的后腿的伤口 挑开皮 沿着后腿 一直搁到屁股中间 然后从肚子中间 一直搁到狗的下巴 放下刀 一手攥住后腿 一手攥成拳 用拳头按着往下包皮 很麻利地 就脸皮带毛地 包了下来 吴欲忍不住 鼓掌叫好 沈强 这简直就是 刨丁捡牛嘛 看不出来嘛 你可以到我们香港 开餐厅了 沈强擦着 粘在手上的血和油 黑黑地含笑着 楼上小时候练的 那时候家在农村 家里就我跟我爸俩男的 过年杀个猪 杀个狗什么的 都是我帮他一起干 这么多年不杀牲口了 还没忘 潘姐年在沈强身后 眼睁睁地看着他 把一条活蹦乱跳的 大狗勒死 放血包皮 肢解身一段段的 手段残忍 脸上看不到丝毫的犹豫 依然带着 惯常的寒笑 这副笑容 此刻看起来 又说不出的恐怖 此刻的丈夫 变成了一个 他从来不认识的人 他甚至觉得 沈强今天故意 当他的面去杀的狗 还是在威胁我们 还是向我预示着什么 潘姐心里没底了 叶末两次追杀 他的情景 一幕幕毫无征兆地 浮现在他的眼前 恐惧已经不足以形容 他此刻的感觉 他感到边果寒冷 虽然是在白天 虽然周围有很多人 他仍然感觉不到 一丁点的安全 沈强和吴宇 还从村民家里 借来烤架 其实就是一个 大炭火盆 和一个带尖的 木头棍子 三个男人 四处捡石头 一起一个 简易的炉灶 炭火盆放在中间 把拆下的狗肉 插在木棍上 淡在炉壁上 找了一些 树枝干草什么的 堆在火盆里 用打火机点槽 烤起了狗肉 沈强掌握着火候 烤得滋滋冒油的时候 往上撒一些 自然和盐墨 烤出香味 再撒上一层辣椒面 那些女人 一开始都吵着 坚决不吃 扔了也不吃 可是渐渐 闻到浓郁的烤肉香气 配上自然 和辣椒面佐味 也都条件反射 本能地 吞起了口水 吴宇还故意气他们 有些人呢 还真是不懂得享受 还说什么也不吃 他不知道 那些高档餐厅里 后厨 不也是这么做菜的吗 吃个味道 我尝尝啊 真香啊 刘海璐忍不住 欠欠地凑了过来 讨好似的说 吴哥 我刚才可没说那话呀 啊 是吗 那你就尝尝吧 吴宇拿起一串肉 递给刘海璐 刘海璐咬了一口 眼睛马上就发光了 跟这些人混熟了 也是饿了 不摆什么明星架子 狼吞虎咽的 就吃了起来 林雪如和蒋雨昕 言巴巴地看着 也开始动摇了 但又不好意思 主动过去要 丁前看出来了 那两个肉串走了过去 递给他们 说 这里啊 也没什么好吃的 你们要拍节目 只能将就一下了 而这肚子上电视 也对不起观众不是吗 这两个女的 就等着台阶下呢 满脸委屈 又迫不及待地 接过肉串 这些人吃得大块赌鱼 只有一个人 嚼不出任何的味道 那就是攀截 他嘴里嚼着狗肉 眼前浮现出 都是沈强杀狗时候的情形 那挥舞的刀子 就像夜魔杀人时候一样 冷酷 简练 嗜血 麻木 他甚至感受到了 那条被悬挂宰杀的狗的痛苦 死在刀下的可以是狗 也可以是人 Lilis 挡妇 也可以叫母狗 丁钱吃到一半 在身上摸了摸 似乎找东西 江雨欣问 你要找什么呀 我的手机可能落在客房了 你带手机了吗 借我一下 哦 江雨欣掏出手机给丁钱 丁钱没当大伙面打电话 拿着肉串走到远处 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对方的手机响了几声 有人接听 传来宋玉琳的声音 就说 你是哪位啊 我 你是谁啊 我你都听不出来了吗 你 小丁啊 宋玉琳惊呼 你怎么换手机号码了 这是别人的手机 你小子跑哪去了 最近一直找不到你人呢 我在休假 现在在新疆呢 新疆 你怎么跑哪去了呀 不是因为上次那个案子想不开 你要同步穿越罗布扑 折磨自己吧 我跟你说啊 小丁 文心这件事 行了 跟文心没关系 我现在没穿罗布扑 我现在吃烤肉呢 啊 是啊 我给你打电话 是有事找你帮忙的 行啊 你说吧 宋玉琳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因为温馨遇害的事 他始终觉得自己有责任 希望能帮上丁钱什么 丁钱却一直疏远他 好容易听说 丁钱找他帮忙 他乐不得答应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我想你帮我调查一件事情 不是本省的案子 调查的人身份特殊 不太容易查 所以我在找你 你省调查局局长的身份 应该能查守 外省的案子吧 你别跟我说 你现在休假 跑去新疆查案子了 我只是偶然牵扯到了 一桩案子 反正你就帮我调查吧 等宋玉林听完丁钱的要求 惊讶说道 你咋这个干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案子呀 丁钱望着远处 烟熏缭绕中 一个个吃着烧烤 聊得不亦乐乎的演员们 沈强还找他摆手 示意他别打电话了 赶紧过去吃 丁钱 回回手里肉串 带着玩味的笑意 对手机那头的宋玉林说 你就给我查吧 有用就是了 至于全部案情 很快 很快 又能在网上看到了 身后的两天 表面上风平浪静 夜魔没有再出现 节目组商量决定 按照原计划 进行拍摄活动 实际拍摄的时候 每一组队员身边 都至少跟着两名摄像师 而且附近派出所 也派出增援警力 估计夜魔 也不敢再来袭击了 这两天的盘姐 又陷入疑神疑鬼之中 晚上不敢睡觉 睡着了 就梦见夜魔 挥刀杀人情景 她用沾满鲜血的手 慢慢戒掉面罩 露出了满脸 嗨笑的沈强 有时候 她直接梦见 自己变成了动物 沈强是猎人 把她抓住了 用绳子套住脖子 挂到树上 割开她的手脚放血 包皮 穿在木棍上 在炭火上烤着吃 多少次 她从噩梦中惊醒 检查身边的丈夫 有何异动 然后虚脱地躺下 又划入噩梦之中 她都快被折磨得 精神崩溃了 沈强说她憔悴了 问她怎么了 她还得勉强做出笑脸 说我没事 就是有点睡眠不足 沈强这家伙 还挺有心的 不知道从哪弄来 一包香包 说是从当地医生 那儿买来的 里面装着药材 挂在脖子上 能镇定安神 须风邪头痛 盘结闻闻 有股淡淡的清香 还挺好闻的 就贴身带上了 不管沈强 最终想怎么对付她 总归是表示出了 丈夫的关心 她也算领情 冒险游戏节目 正式开始那天早上 潘结在沈强 离开客房之后 把早已经准备好的 离婚协议书 放在床上 早在头一天下午 她与唐清飞 用微博沟通了一下 决定把行动日期 就定在冒险游戏 正式开始的那天晚上 这很符合 夜魔的作案风格 同时 潘结向沈强摊牌 这样警方在调查 沈强杀人时 看到离婚协议书 更容易联想到 沈强的杀人动机 一切准备得很充分 潘结现在唯一祈祷的 就是沈强千万别赶在 他们实施计划之前 对她动手 不过这几天 她几乎一直跟在沈强身边 沈强应该没有时间 布置密室 让潘结心里 多了一些踏实 冒险游戏终于正式开始了 由于前几天 已经演习过一遍 四队队员对游戏的过程 和路线并不陌生 唯一变动的就是 蒋雨昕那一组 啪啪拉受伤了 参加不了活动 丁潜一反常态 主动要求顶替她 旁人不知道原因 蒋雨昕的心里 却有种暖暖的感动 她猜到 丁潜是担心她的安危 在改变主意的 其实是找借口保护她 实际拍摄时 每组人都跟着两名摄像师 节目组提前安放在树林里提示 被陆陆续续找到了 比演习的时候 进行得顺利得多 相对来说 吴雨和林雪茹 还有沈强 刘海璐这样的知名演员 拍摄镜头比较多 有摄像师寸步不离地跟着 这让潘姐也是很放心 相当于有人帮她盯着沈强 唐经飞今天也到了 看上去神采奕奕 谈笑风声 还抽空跟沈强亲切交谈几句 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和谐 最终 最先抓住叶某的一组 是蒋雨昕和丁潜一组 树林中的那些提示 所给出的谜语和治理题 对于她来说实在小儿科 三下五出二的 就找到叶某隐藏的地方 把她成功抓住了 这个叶某不是那个新疆人了 换了一个剧组的员工 不过还是穿着叶某 那身标志性的恐怖服装 真正游戏结束不到三个小时 随后导演组 还要根据剧本单独拍一些 明星们的有趣的桥段 等到后期剪辑的时候 穿插在节目里 观众们以为这是游戏里 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情节 其实只是出现在荧幕上的 都是前戏 这一期的冒险游戏 全部拍摄完 已经是傍晚了 总体任务已经结束 之后就是后期剪辑的事情 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员 全部聚集在一楼餐厅 举备庆祝 连陆萧云和邵俊杰 都被邀请来了 董文山和孙小冬 分别代表横业影视公司 和冒险游戏节目组 向参加拍摄的演员 以及以及给予安保的警察们 表示了感谢 场面气氛不错 大家都喜气洋洋 尽管发生了袭击事件 节目组仍然能够完成 这一次没有白来 大家面带笑容 有说有笑 都极力忘记不愉快的事情 攀杰正好相反 这一整天魂不守舍 越是临近晚上 他心里就越紧张 对他来说 那些人的庆祝 相比他今晚要做的事情 都太微不足道了 他在几个小时之后 要做的事情 将成为他一生中 最重要的转折 要么天堂 要么地狱 有谁能有他来的刺激 他想象不出来 沈强看到那封离婚协议书 会是什么反应 此时看着沈强满脸 憨笑的模样 他拿酒杯的手都哆嗦了 他更不敢想象 几个小时之后 将要发生的一幕 唐清飞今天没有到处走 一直待在沈强身边 跟他喝酒聊天 看上去无比的融洽 有的时候不经意间 与攀杰目光相碰 他也毫不停留 马上目光转向别处 好像彼此不熟悉似的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潘杰暗暗佩服 唐清飞的定理 这样的人才能成大事 换个角度看 他选择跟唐清飞一起 也不算错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这个世界 本就是弱肉强食 冷空无情的世界 有哪一个伟大的人物 感受自己双手干净 本性无愧 没有 比起那些 仪将功成万古哭的伟人们 他和唐清飞今天所做的 其实不值一提 何况还是沈强咄咄逼人 非要置他于死地 这样想着 潘杰心里好受多了 唐清飞那边和沈强边喝边聊 频频给沈强针酒 红酒喝多了之后 有后劲 沈强本来酒量就不大 不知不觉已经面红耳赤 说话舌头都有些发短 直到这时候 唐清飞缓缓摇动 没怎么喝的酒杯 抬头瞅了一眼 微微发呆的潘杰 眼神中飘过了一抹阴质 这一餐吃到半夜 喝好的人陆陆续续离开餐厅 还有些人意犹未尽 三两个堆在一起 天南海北夸夸其谈 唐清飞看时机差不多了 朝潘杰使了个眼色 潘杰会议 拉着醉醺醺的沈强离开餐厅 上楼回到客房 把沈强推进屋 他自己没敢进 床上还放着那张 离婚协议书呢 他可没胆量面对沈强 他跟唐清飞事前已经商量好了 把沈强送回屋之后 就到密室会合 他通常都跟唐清飞 用短信和微信沟通 谈话内容点到为止 不涉及敏感内容 说是以防万一 警察调查 也不至于留下什么证据 在城堡里住的这些天 他已经弄清了什么地方背景 唐清飞选的密室 看似不亲眼 实则可以通过隐蔽的小道到达 看得出来 为了这次反击计划 他着实动了一番心思 连所有细节都考虑到了 潘杰从侧面楼梯下到一楼 又沿着塔楼的旋转楼梯 上到三楼 来到密室 门熏掩着 推开门 借着天窗射进的月光 潘杰看见了唐清飞 他此刻一脸严峻 有如蜡像一般 站在房间里 在他脚边 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 估计今天作案用的工具 都在里面了 潘杰说 我把沈强送进屋就赶过来了 他应该已经看到那封信了 我觉得 赶紧进来吧 唐清飞催促说 我给他喝了不少酒 就望他能在房间里待一会儿 哪也别去 咱们得抓紧时间 唐清飞说着 打开旁边的袋子 把准备好的东西 一一拿了出来 潘杰看到一个包裹 严严实实的塑料袋 伸手想去拿 让唐清飞喝止了 别动 里面是钥匙 动着冰呢 打开就化了 我们现在做什么呀 修你的血 把签名写在墙上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唐清飞拿出一副 线手套套上 拿出一次性针管和针头 安装好 把潘杰的胳膊拉了过来 潘杰咬着牙 看见唐清飞把针头 插进自己静脉里 满满地抽了一拐血 然后唐清飞用手指 沾着血流利地 在墙上写上lilis 写完了后退两步 看了看 问潘杰写得像不像 我就是在案发现场 看过一眼 从没仔细看过 那个签名 应该差不多吧 唐清飞掏出手机 仔细比较了一下 幸福我当时 偷偷拍了一张 要不然还没有参照呢 嗯 差不多 反正是用手指写的 也分不了那么细 他对签名还算满意 然后从塑料袋里 掏出一卷绳子 潘杰一看到绳子 本能地打了个寒紧 唐清飞笑着 安慰潘杰 不用怕 没事的 他攀上天窗 把绳子绕过一根栏杆 垂下来 绳子很长 两头都垂了地 潘杰虽然心里有准备 想到自己一会儿 要被吊起来 还是很打出 提醒唐清飞说 你尽量把绳套弄松点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唐清飞故意 比量了一个大的圣圈 就说 这么大够了吧 有不着那么大 别让人看出破绽了 唐清飞笑了笑 开始挽生结 潘杰看着看着 忍不住就说 不是这样挽扣的吧 你弄得好像不对 唐清飞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你还会挽绳扣啊 也不太懂 就是看见过 你相信我吧 就这么挽绳扣的 你看看 绳扣是活的 可大可小 你到时候用手一拉 就开了 潘杰看着唐清飞 随意滑动绳扣 脑子里忽然想起两天前 沈强勒死狗狮的情形 他甚至还能想起 沈强说过的话 这是死扣 套狗脖子上勒不死 看到没 圣权可大可小 这才叫活扣 唐清飞碗的绳扣 倒是很像 沈强套狗时候碗的绳扣 那条黄狗 被吊在树上之后 拼命挣扎 绳扣非但没有松开 反而是越拉越紧 最后活活勒死了 当时潘杰眼睁睁看着这一幕 仍然记忆犹新 潘杰急忙地对唐清飞说 你给我玩死扣 活扣不行 唐清飞愣了一下 脸色阴沉地说 死扣死扣 顾名思义 套上就解不开了 非勒死不可 只有活扣才能打开 你不懂 相信我没错 赶快别磨蹭了 怎么时间可不多了 说着说着 绳套就往潘杰头上套 潘杰心头突然生出一股寒意 伸手去挡 但是唐清飞没有助手 狠命地把绳套套在潘杰头上 你快放开 潘杰拼命地想把绳套 从头上摘下来 唐清飞肢肉网纹 抓住绳子 用力地往潘杰脖子上套 两个人在挣扎中 一起倒地 潘杰被唐清飞高大的身躯 死死地压住 唐清飞的双眼死死盯着她 眼神中流露出 让人心气的杀机 那一瞬间 潘杰一下全明白了 唐清飞要杀她 这个密室杀人 就是为了她准备的 无比的惊恐 求生的本能 潘杰在生死攸关的时候 拼命抵挡 绳套已经勒到她的下巴上 唐清飞还在一点点往她脖子上拉 潘杰拼命挥舞双手 胡乱抓挠唐清飞的脸 唐清飞白进脸皮上 被挠出几道鞋鳞子 她又惊又怒 气急败坏地扇了潘杰几个耳光 撕扯中拽开她的衣服 掉出了贴身挂在脖子上的香囊 这他妈什么怪味 唐清飞一把扯掉香囊 香囊破了 从里面撒出一些碎末来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唐清飞打了个喷嚏 揉揉鼻子 潘杰震气爬起来 往门外跑 一边把套在脖子上的绳套 给扯开 救命 他跑到门边 刚扒在门框喊了一声 被碾上来的唐清飞给抱起来 狠狠摔在地上 唐清飞彻底暴露出 猙獰的面孔 像一头发黄的野兽 扑在盼蟹身上 猛踢猛打 我他妈尽心设计的密室杀人 都让你给毁了 你就老老实实 让我吊上多好啊 你为什么就不乖乖听话 你这个臭婊子 见我 没人咬的母狗 我让你不听话 让你不听话 我非弄死你不可 我要你死 潘杰在地上翻滚 眼睛肿了 鼻子破了 满嘴都是血 无力地被唐清飞压在身下 抓着绳套用力地拉扯 这个曾经给了带来无限欢乐的男人 此刻用最恶毒的脏话 再咒骂他 用最冷酷的手段弄死他 声套越缩越紧 他的呼吸被完全掐断了 他徒劳又痛苦地扭动身体 心里充满绝望 充满了悔恨 直到现在 他才明白自己有多么的愚蠢 自己都干了多么荒唐无耻的事情 到头来 他也不过是人家掌中玩耍的玩物而已 他从一开始就没弄明白一个最浅显的道理 用出卖爱自己的人来换得歹人的信任 这本身就很荒谬 遗憾的是 很多自私愚蠢的人屡识不爽 走到今天这一步 潘姐没有任何可抱怨的 是他亲手给自己挖了木坑 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他放弃了抵抗 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可笑的是 报复的人不是沈强 而是唐经飞 忽然 唐经飞攥紧绳索的手 哆嗦起来 紧跟着 全身也跟着哆嗦起来 就仿佛通了电流 整个人都跟着情不自禁 手无足蹈 绳套松开一点 潘姐喘了一口气 意识恢复了一下 就看见唐经飞抓着绳子 满脸仗的通红 无关都挪位了 好像恨不得马上勒死潘姐 但是她的手却不停嘟嗦 似乎又使不上力气 濒临绝望的潘姐 一下爆发出求生的欲望 她用力推开唐经飞 夺过一件绳子 套在唐经飞脖子上绕了几圈 反过来勒住了唐经飞 唐经飞一开始还在挣扎 想甩开潘姐 可是她的力气很快就弱了 手指头也不灵 想抓潘姐头发也抓不住 双手双脚胡乱地 在地上拍打起来 潘姐的心中 刹那间萌生无尽的恨意 当初种种甜言蜜语 激情温存 统统化为满腔的愤怒 她双膝顶住唐经飞的后背 双手抓住绳子 抓紧 用力 再用力 过不了多久 突然听到门口传来惊呼声 潘姐惊醒 虚脱地松开手 昏死过去了 她刚才喊那一嗓子救命 正值深更半夜 城堡十分寂静 喊声传得很远 不少人都听到了 但是不知道具体 是哪个地方传来的 等他们赶到 这个偏僻的小房间的时候 潘姐和唐经飞的搏斗 已经结束了 眼前的情景 把看到的人都吓傻了 搞不懂发生了什么 很快有人认出 躺在地上的两个人 这不是沈强的经纪人 唐先生和沈强的老婆吗 他们这是怎么了 唐先生 唐先生不是死了吧 听到消息 越来越多的人赶了过来 董温山和孙小冬 还在餐厅里以嘴放休呢 这时候也匆匆忙忙赶过来 看到房间的情景 也都是目瞪口呆 吓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让影片火 他们费尽巴力 搞出各种节目 现在他们不用担心了 明星沈强的老婆 和经纪人同时遇害 这劲爆新闻 响不火都难 让一让 都让一让 少俊杰和陆霄云 也赶了过来 挤进人群 走进房间里 为了避免破坏现场 陆霄云掏出两根皮筋 递给少俊杰 少俊杰心领神会 套在脚上 陆霄云自己 也拿着两根皮筋套上 这样 他的脚印 就不会与 案发现场的脚印弄混 作为搞形真的 陆霄云几乎习惯性地 在兜里 戴几根皮筋 和一副手套 陆霄云 首先检查了一下 脖子上 套着好几圈绳子的 唐经飞 又看了看潘杰 就说 唐经飞已经死了 潘杰还有气 好像没受什么大伤 只是昏迷过去了 这是 少俊杰在墙上 四处看了看 忽然看到墙上的血字 Lilies 他倒吸一口冷气 这是乔纳森看的吗 潘杰手臂上有针孔 还有血迹 塑料袋里有针管和针头 墙上的血 有可能就是潘杰自己的血 陆霄云翻弄塑料袋说着 这难道又是一起密室杀人 可这个密室 少俊杰看遍整个房间 也没有看出哪里像是密室 再看看躺在地上的两个人 尤其看到唐经飞是被活活勒死的 似乎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陆霄云开始没有说什么 一一检查塑料袋里的东西 麻布 鞋套 手套 细线 最后他打开一个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塑料包 看见里面包的是一个 样子奇特的钥匙 其实是一柄钥匙 倒插在一截长条冰块里冻住了 他拿着钥匙 稍微沉引了一下 就说 这确实是迷失 他拿起塑料袋里的细绳 绑在冰块的一端 起身走到房门那 把钥匙往锁孔里一插 多余的绳子绕过他们的脚 指了指天窗 就说 假如现在把唐清飞和潘杰 都吊死在天窗栏杆上 然后把门关上 拉动绳子 就能从里面转动钥匙 把门锁上 再用力扯断绳子 从门缝里拽出来 钥匙上的冰块 就会自己融化 等我们其他人 发现这个房间 看到门锁着 想尽办法打开门之后 看见房间里吊死的人 会作何感想啊 邵俊杰和门外其他人 听得真真切切 一个个悚然变色 竟然又是密室杀人 难道乔纳森 还没离开吗 陆霄云接着说 只不过 这是一个 还未完成的密室 邵俊杰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出了什么意外吗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我现在还不方便说 需要经过专业的技术鉴定 陆霄云又走到潘杰身边 仔细打量的 拿起他的手看了看 然后又移到 唐清飞的尸体见 仔细观察了一番 忽然发现了什么 拿起他的右手看了看 目光凝聚在指尖上 会不会是乔纳森 把潘杰绑架到这个房间 想要完成你刚才说的 那个密室谋杀 但是意外地 让唐清飞看到了 可能是他最先听到 潘杰呼救赶过来 正巧撞见 几度行凶的乔纳森 经过一番搏斗 他不是乔纳森的对手 被对方用绳子勒死了 邵俊杰说出了 自以为合理的解释 这个案子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陆潇云目光盯到墙上 盯着琳琳子的签名 就说 我在唐清飞手指上 看到了血迹 我怀疑这个签名 是唐清飞提前写上去的 邵俊杰惊讶地闭不上嘴 你说什么 唐清飞写上去的 而且 唐清飞的脸上有抓痕 盘杰的指甲缝里 有些血迹和似乎皮屑的东西 还有他的脖子上也有泪痕 手上也有 可是绳套却套在唐清飞的脖子上 这该怎么解释 陆潇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就发现了数个疑点 他的观察力确实惊人 让邵俊杰和其他人 都是瞠目结舌 陆潇云瞧着仍然昏迷不醒的潘杰 说 看来还得等潘杰醒来之后 亲口问问他了 听陆潇云这么一说 邵俊杰也看过了现场 心里隐隐意识到 唐清飞和潘杰这件事情错综复杂 似乎并不简单 看意思 连陆潇云自己也不敢倾吓定论 他忽然想起了 那个心理医生丁潜 目光在门口的人群里扫了一圈 看见了蒋云欣 却没有看见丁潜 心里不由得纳闷 附近接到通知的医院和公安局 都陆续派人赶到 潘杰被医生们抬走了 行政人员带着仪器 在陆潇云的指挥下 坐现场开演 邵俊杰抽空问蒋云欣 丁医生呢 他没来吗 他 他回家了 啊 什么时候走的 今天中午 他家里有什么急事吗 怎么走得这么匆忙啊 我也不太清楚 他没跟我说什么事情 这样啊 不过他说他很快就回来 还回来 邵俊杰有些糊涂了 这个丁潜 神出鬼没的 到底在搞什么 潘杰醒过来 已经是尸盒子中心医院了 他其实并无大碍 只是惊吓过度 一睁眼就看见了陆潇云那张冷峻的面孔 在他身边站着邵俊杰 还有受伤未遇的国际刑警帕巴拉 看清醒他们早就来了 陆潇云语气平淡 却不怒自危地说 潘小姐 请你说说经过吧 潘杰目光直直望着他 一声不吭 我听人说酒席之后 看到你扶着你先生 沈强回客房休息了 我们的客房在主楼五楼 我们发现你是 你出现在塔楼旁边的一个空杂物间里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是你自己去的 还是什么人带你去的 我们问过你先生沈强 他说他回到客房 就倒在床上睡了 他并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离开的客房 那你离开客房 是去干什么 面对陆潇云连珠炮板的发问 潘杰根本来不及思考 他心乱如麻 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过了好久 他才置屋地问了一句 汤清飞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已经死了 潘杰面无表情 目光呆呆凝视虚空 在那个充满杀意的密室中 发生的一幕幕 刹那间涌进他的脑海 两张阴谋陷害的嘴脸 一件件的毒气 翻脸 搏斗 绳套 勒紧 用力 再用力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唐静飞说 我当然要娶你了 要不然我干嘛离婚呢 现在就差你跟沈强了 只要你们一离婚 我们马上就登记结婚 一起去美国 那么多钱 够咱们俩舒服服过一辈子了 唐静飞说 你个臭婊子 见火没人要的母狗 我让你不听话 让你不听话 我非怒死你不可 我要你死 你死 盘杰突然发狂 双手撕扯头发 发出刺耳的尖叫 陆湘云无声反应 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 看了看 邵俊杰和帕帕拉 一天之后 负责线上看验的 石盒子公安局 务政客陆陆续续地 出来了结果 陆湘云再次见到了潘杰 不过这一次不是在医院 而是石盒子公安局审讯室 潘杰的身体已经无大碍 他被警察直接从医院 带到审讯室里 审讯室只有一间空房子 一张长条桌 对面坐了三个警察 陆湘云 邵俊杰和帕帕拉 潘杰一走进房间 无形的压力 就让他喘不上气来 他低着头站下来 陆湘云指了指 对面一把椅子 说 坐吧 潘小姐 潘杰低着头走过去 坐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 陆湘云说 现在你可以说说 前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了吧 我们有一些问题要问你 潘杰低着头 一言不发 既然你不愿意先说 那我就先说 陆湘云 翻开拿在手里的化验资料 就说 我们在案发现场的房间 发现了三个人的脚印 死者唐清飞 你还有你先生沈强 但是我们发现你们的时候 只有你和唐清飞在现场 你先生沈强跟我们说 他当时在客房睡觉 并不知道你和唐清飞 去那个房间干什么 你们从来没有跟他提过 他还说 他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房间 至于他的脚印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房间里 他不得而知 沈强是不是撒谎 我们还有待调查 但我想听听你的说法 你和唐清飞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房间里 潘杰漠然无语 帕帕拉插嘴说道 在墙上有利利斯的签名 笔记和乔纳森很相似 你和唐清飞 是被乔纳森抓住了 送到那个房间的门 这个你总可以回答 潘杰努力推荐 笔声说道 没有脚纳森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你说什么 我说 没有乔纳森 帕帕拉一脸的惊讶 What 乔纳森 其实是 是 是沈强假扮的 这句话 差点让帕帕拉 惊掉下巴 捂着脑袋上 还有纱布的伤口 就说 你会说什么呢 没有乔纳森 那之前两起密室杀人 都是怎么回事 那签名 都是谁写的 盘杰嘴角 露出一抹冷笑 就说 就说穿着夜末的服装 戴着面罩 其实谁也没有看到 他的真面目 到底是不是乔纳森 密室杀人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只说 非得你们外国人高智商 我丈夫沈强 也一样想得出来 还有墙上那个签名 用手指头沾着写写的 也没有那么准确 谁都能模仿 就是你这个老外 自视太高 把那个密室杀人 和乔纳森 吹嘘得神乎其神 才让我们大家误以为 凶手是多么了不起的 外国逃犯 他从沉默中突然爆发 那把帕帕拉瘦得 无言以对 张了半天嘴 不知说什么 少俊杰 插嘴问盘杰说 你说凶手不是乔纳森 为什么偏认为 是你丈夫盛强呢 因为 因为 潘姐知误了半天 因为我要跟她离婚 少俊杰很惊讶 离婚 在她印象中 这对夫妻一直都恩恩爱爱 怎么说离婚就离婚呢 而且因为离婚就要杀人吗 没等她发问 陆潇云接过话 对潘姐说 照你这么说 这三起蔑视杀人案 也都是沈强做的事吗 潘姐迟疑了一下 说 是 那你有什么证据吗 这三起案子 凶手在杀人的时候 沈强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这些都是我事后调查出来的 你们怀疑了那么多人 唯独没有怀疑沈强是吧 我们的确没有怀疑的 因为她没有杀人的动机 何况被害人还是她的妻子 现在你们有了 她不想跟我离婚 但是我坚持 她恐怕是担心 跟我分家产吧 一怒直下 想要杀我 潘姐现在也是拼了 她不能因为唐经飞背叛了她 就束手戴毙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她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 她必须先保住自己 想办法扳倒沈强再说 你说的似乎有道理 也似乎没有道理 陆霄云琢磨了一下说 但我要先指出 你刚刚撒得谎 潘姐一证 你别忘了 我是专门搞物证研究的 你先看看自己的双手 感觉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潘姐低头瞅瞅自己两只手 有点疑惑就说 你没发现 你的手指甲短了一切吗 潘姐这次注意到 十根手指的手指甲 都被人捡过了 我们在你昏迷的时候见的 经过化验 在你的手指甲里 发现了唐经飞的血迹和皮肤 我想唐经飞的脸 那些脑痕 都是你脑的吧 还有 你脸上的淤青 打破的嘴角 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唐经飞的衣袖上 也发现你的血迹 再加上凌乱的现场 和撕破的衣服 你们两个人 应该发生过撕打 再看看你自己的手掌 勒痕和磨破的皮肤 你怎么解释 唐经飞 其实是被你勒死的 我没说错吧 这并不难判断 而留下Lilis签名的人 也不是沈强 而是唐经飞 这几未完成的密室谋杀 看不出跟沈强有任何关系 反而更像是 你和唐经飞之间的矛盾 陆小云 咄咄逼人的话语 和心里的目光 让原本紧张的潘姐 几乎无法承受 她的脸色惨白 手脚开始发抖 你们当时在干什么 陆小云根本不给她 喘息的机会 你们在合谋陷害沈强 是不是 不 你什么都不懂 韩杰激动地跳起来 扶着桌檐 瞪着陆小云 流泪的眼睛里 充满了愤怒和惊恐 我是被逼的 我没想杀人 只想做一场游戏 目里就是把沈强揪出来 谁知道 谁知道 唐经飞突然改变了主意 要杀了我 我在反抗的时候 不小心勒住了她 我没想杀她 陆小云不知可否望着她 颇有玩味地点点头 就说 所以说 这几密室杀人 其实是你和唐经飞设计的 对吗 是唐经飞设计的 她要我假装 遭了夜魔袭击 要设计成密室杀人的样子 然后 我明白了 你们本来打算把沈强框来 假装她要杀你 然后唐经飞意外出现 把沈强制服 由于前两次密室杀人 沈强都有不在场的证据 所以 你们希望我们把密室杀人的罪名 嫁祸到沈强身上 盘姐打断她 不是嫁祸 真的就是沈强 你凭什么就认为 你丈夫一定会杀了你呢 有这种想法的妻子 可不多 因为 因为财产分割 那么多钱足够让她想要杀了我 你知道 我更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是你们为什么要离婚 既然你知道 离婚这件事情牵涉到很严重的问题 你为什么还要离婚 你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吧 我 盘姐掖住了 别跟我说什么感情不和这类空话 你们一直都是娱乐圈里公认的模范夫妻 媒体上没少报道 这是全国人都知道的事情 如果说你们感情不和 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吧 陆湘云说着 有人推开审讯室的门 他抬眼往门外一看 不由地愣了愣 帕帕拉和少俊杰的反应也跟他差不多 盯前推门进来 面带微笑 我们打搅各位吧 他还特意向潘姐打了一声招呼 潘小姐别来无恙 我当你丈夫向你问好 他很关心你现在的状况 潘姐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好炫没气死 少俊杰对丁前的不辞而别感到好奇 似乎跟这个案子有点关系 又猜不透他去干什么了 就说 丁医生 这两天去哪了呀 怎么连成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没等丁前说话 陆湘云打断 沉着脸就说 丁医生 我们正在审案子 请你不要干扰我们 如果是为了给沈强带口信 你可以等我们审完了 再单独跟盘姐说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好吧 我不说话 你们继续 丁前走到角落里 搬了一把椅子坐下 跟个观众一样 这时候 大家才注意 门外还站着一个警察 唯唯诺诺 生怕犯了错事 他瞅了手钉前 又瞅了瞅 陆啸云他们三个 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人说 他是公安局来的专家 是你们请他来帮忙查案的 我也闹不准 他到底是不是 把他带进来了 没太错是吧 他是专家 陆啸云实在无语 白手让警察出去了 决定无视丁前 他已经审到了关键阶段 眼看着潘杰的防线 就要崩溃了 绝不能在这时候分心 潘小姐 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你与你丈夫沈强 到底为什么要离婚 以至于你觉得 他会对你怀恨在心 怀疑他要谋杀你 潘杰此刻的情绪 已经不那么激动了 面对陆啸云 这个明察秋毫的警探 他耍得小把戏 根本无济于事 现在陆啸云 已经问到了 最关键的地方 也是他最想隐瞒的地方 唐经飞已经死了 他宁愿这段丑事 永远被埋没起来 于是他选择沉默 你不说 其实也代表了 你的态度 陆啸云推了一下 鼻梁上的眼镜 目光犀利地说 你说你先生 扮成夜魔要杀你 为了把他揪出来 所以你与唐经飞 策划了一起 假密室杀人 要安到沈强的身上 这本身 就已经暴露了 一个明显的问题 你怀疑自己的丈夫 要杀你 去和他的经纪人合谋 你跟唐经飞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可以理解 你相与沈强离婚 是因为唐经飞吗 一句话 就像撕开了一块伤疤 盘解心许大乱 却不吭声 连头也不敢抬 他想努力保持镇定 却多足得更厉害了 我们还抽空调查了一下 你们来上海 参加首音室之前 在燕京发生的一件事情 听那边的警方说 你们家中进了劫匪 绑架了你 还打伤了沈强 后来又怀疑 那个人可能是一个色狼 他潜入你家中 是对你起了色心 到目前为止 那个人都没有抓到 这个离奇的袭击案 居然成了悬案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这个案子发生的时间 实在是别有深意呀 还有盘小姐 你在地下停车场 遇袭那次 车里贴满你的裸照 这个照片 虽然是电脑拍下来的 但是你当时 是在什么情况下 被拍到的呢 把这种种疑点 串联在一起 想想 我想到了一个人 唐金飞 我进一步猜测一下 你跟唐金飞之间 早已经背着沈强 在一起了吧 在燕京 你们家遇到劫匪那次 其实并没有劫匪 是你跟唐金飞 优惠时 沈强意外回家了吧 情急之下 你们趁沈强不背 把他打昏了 编造出 劫匪入室那套谎话 你被拍裸照的时候 也是跟唐金飞 在一起吧 当然 也可能我猜错了 或许潘小姐 你有裸睡的习惯 但不管怎么样 改变不了 你跟唐金飞 婚外情的事实 因为你心里有鬼 在如此猜忌 你丈夫沈强 毕竟因为这种事情 杀人的丈夫 不在少数 我不是猜忌 他就是要杀我 潘姐事到如今 已经不管不顾 气急败坏了大汗 你们口口声声说 什么凶手 是个国际逃犯 还什么是一个 密室杀人的高手 那他为什么 每一次昨晚 都要针对我呢 我又不认识 什么乔纳森 他为什么偏偏 对我下手 你们既然一个个 都是大侦探 那跟我讲讲 这到底是为什么 好 我可以马上告诉你原因 潘小姐 其实你很可怜 你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 这个案子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你说什么 这个案子确实是针对你的 不过你的目标 怀疑错了 你 你什么意思 不是你丈夫 什么 是唐金飞 是他让你觉得 沈强要杀你 潘姐正正地瞅着陆霄云 无比地震惊 我猜测 他这样做的目的 是想逼迫你跟沈强离婚 然后跟你结婚吧 虽然你没有婚外情 但他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经纪人 还不足以让你 为了他 跟明星丈夫离婚 他必须费一番周折 一旦你真的跟沈强离婚了 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分走沈强一半的家产 带给他 他空手套白狼 坐地就成为千万富翁 你是说 唐清飞是夜魔 不可能 夜魔在杀我的时候 他又不在场证明啊 啪啪拉插嘴说 我们国际刑警这边 现在怀疑 唐清飞跟乔纳森 或许有勾结 如果说前三起密室杀人 都是唐清飞设计的 显然不太可信 乔纳森的作案手段 十分独特 可不是一般人 能够轻易地模仿的 特别是前两起案子 作案手法很专业 也很复杂 唐清飞既没有时间 但凭一人的力量 是很难做到 所以前两起案子的凶手 肯定是乔纳森 但不可否认 乔纳森的每一次作案 都针对潘小姐下手 他之前跟潘小姐 有不认识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 他是受人所托 否则为什么 你能两次那么幸运地 从他手中活命 应该是他故意放过你 他并不想杀你 我们推测 可能是唐清飞 通过某种渠道 联系上了乔纳森 雇佣为自己设计作案 陆笑云接着说 潘姐 你自己再好好想想 你那些裸照 究竟是怎么落到 乔纳森手里的 我们一开始也有点奇怪 这个外国人 为什么会独独 对你这么感兴趣 但假设是唐清飞 在电脑里安装木马 趁你们亲热的时候 拍下照片 交到乔纳森的手里 这样就容易理解了 潘姐彻底瘫软在椅子上 他已经不是震惊 他是欲酷无泪 真正的绝望 之前发生过的所有片段 都从记忆中纷纷浮现 过电影似的 在眼前闪过 唐清飞的话 唐清飞的体贴 唐清飞每一次眼神 唐清飞对沈强的猜忌 唐清飞为了保护 他所做的一切 竟然 竟然都是他精心编排好的 就是为了让他 一步步对沈强产生怀疑 到惧怕 到反抗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潘杰捂住了脸 他实在没办法面对 这样残酷的事实 他简直就成了 这个世界上 最可笑 最无耻 最可怜的女人 但我还是有点困惑 他这样做的目的 竟然只是想 逼迫你与沈强离婚 嫁给他 甚至嫁祸沈强 他的目的几乎都达到了 那为什么忽然改变主意 要杀你呢 潘杰捂着脸 带着乌业的说 因为 因为我已经把所有财产 全部转移到他的名下了 陆霄云已愣 所有的钱 难道沈强的钱 你都可以支配吗 差不多吧 陆霄云感慨 带着几分嘲讽 说 人心不足 舌吞向 他原本仍然想跟你共享那笔钱 但是当他发现 可以独吞那笔钱的时候 他临时改变了主意 潘杰也呆呆坐在那 行尸走肉一半 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听完 陆霄云一番惊人的推理 邵俊杰这才恍然大悟 带着钦佩的目光 看向陆霄云 帕帕拉似乎 对这个结果还不是满意 就说 这个唐清妃如果不死就好了 没准从他那里 还能了解到乔纳森的线索 现在这家伙销声秘迹 连带走的尸体都没有下落 陆霄云胸有成竹地说 放心吧 天网灰灰数二不漏 我相信他逃不掉 他还没忘了坐在墙角的钉前 他正翘着二郎腿 听得津津有味呢 陆霄云说 丁医生 你今天是来等帕帕拉小姐了吧 我现在已经审完了 你可以请人家去喝咖啡去了 言语中多少带了一些鄙夷 他对重阳媚外的人从心里反感 这也让他从一开始 看丁前就有些别扭 帕帕拉摸了摸受伤的头 打趣说道 我现在的样子可有点煞风景啊 丁前恭维地说 你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很耀眼 帕帕拉笑隐隐地说 是吗 谢谢 那我们走吧 先不忙 我找陆警官还有点事情 陆霄云不禁奇怪 找我 我今天是来帮你起案的 帮我起案 陆霄云觉得丁前的话很滑稽 我的案子已经结了 乔纳森 这算什么结计 发现了 陆霄云森前这话说的 这话说的就更加奇怪了 陆霄云森前看看 他说 不过不代表你看到的就是事实 陆霄云 陆霄云 我看不出来的望着 我说 陆霄云 说 陆警官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这个案子并不完全是 你想象的那样的 你说什么 我想象的 鲁啸云再沉稳 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 他当然不能接受 一个他本来就轻视的人 对他说三道四 我每一步 都是根据物证 进行假设分析 一步步严谨的推理 才得出的结论 我并没有质疑你的能力 陆警官 在行事见识领域 你是权威专家 我只是一个门外汉 我汉问题 也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 你从旁观者的角度 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 你被误证误导了 陆啸云瞬间闪现出一丝差异 随即露出不屑 那你说说 我怎么被误导了 就说第一起案子吧 新华国际影城化妆间的密室杀人 你不是要跟我说 那个转移尸体的滑轮装置 其实是假的 根本不能用吧 他确实能用 也是乔纳森精心设计的 但你想过没有 也许这个装置 只是为了给你们警察看的 其实尸体 并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转移的 什么 陆啸云确实没有料到 丁前会说出这番话来 他脑子快速运转 回忆起案发现场和各种物证证据 没有发现什么纰漏 除了那个方法之外 难道你还想到了更好的遗事办法吗 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转移两具尸体 还要不被监控发现 我也是不久之前才想到的 而且这种遗事方法要简单得多 什么方法 没有尸体 这是什么方法 假如 潘杰当时看到的那一幕血腥的屠杀场面 其实根本不存在 不仅陆啸云 在场所有人都诧异地忘了丁前 包括潘杰在内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收听